主委人員登陸上岸 被稱作水鬼的海龍蛙 並全身黑一手持槍 一手拉著橡皮艇緩緩上岸 要展現魔少神蹟 這精英部隊即將從外島 遺失大台北首都全束手淡水河口 平面媒體也爆料 就在台海聲文敏感時刻 同樣被視為工軍 暫時進入台北市的 五大水路通道之一 雪山隧道也被選為備用指揮所 甚至可能取代橫山指揮所 這段時間大家一定要提早警覺 國軍為了防治共軍的第一級 若橫山指揮所癱瘓 就會轉進後備指揮所 而這個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就選擇設置在雪山隧道的 倒坑深處肯抗炸 還有獨立的通風中繼站 據傳國軍的通知部隊 已經部署了簡要的通訊設備 它可能會讓敵方的 無線電通訊員裝不到 躲在隧道內 讓敵方的一些精準打擊武器 比如說巡迷飛彈 然後彈道飛彈失去枕頭 雪碎行空中心外 也被發現二代的衛星通訊車 已經在偽裝網下作業 但專家也提醒 隧道內也有殖民弱點 就是通訊會嚴重受干擾 這問題得先解決 否則要如何指揮 恐怕都成問題 除了在坪林這邊做點到點的試通之外 其實最好能夠在宜蘭平原那邊 做一個類似的一些機動車子 雪碎的制高點 在那邊架車無線電通訊站 或是直通電系統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個直通電軍 做的相關的防護作備 就會很完善 今年的漢光演習 就是以預備共軍的第一集做準備 但專家也憂心 貿然選定新的預備指揮所 恐怕還有更多的可靜靜之處 記者 陳正茂老師 郭豪台北報導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 使用我們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 這一台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 存在 最多的雙方 偵造成 有機會 救命 出境 有